來到連鎖壽司店征仙 門口已經看不到鮭魚停賣的公告 原來早在前一天晚上 征仙臉書粉絲團已經發出預告 從週六開始鮭魚強勢回歸 和同業壽司狼互別苗頭 早在三月初征仙宣布 因為受到惡烏戰爭影響 從挪威空運來的鮭魚航班取消 供應不及 門口貼出停賣鮭魚生魚片的公告 意外點燃國內鮭魚大戰 看看同業壽司狼鮭魚正常出貨 鮭魚刺身 炙燒鮭魚肚 大切生鮭魚 原有的鮭魚品項一樣都沒少 而且臉書還放送鮭魚不斷貨的宣傳 另一家連鎖藏壽司 甚至還推出鮭魚劑 但業界盛傳壽司狼鮭魚 明明是跟針鮮近的 卻出現一家有鮭魚 另一家卻沒貨可賣 求證針鮮和壽司狼 都表示生業機密無法透露 不止業界人士壽司狼工藝商也證實壽司狼和針鮮有簽合約 因此針鮮即使面臨缺貨危機 也得優先供貨給壽司狼 再加上壽司狼還有其他供貨商才能掛保證鮭魚不斷貨 但面臨同業競爭 針先加緊腳步 先從小型供貨的餐廳調回貨源 好在這回鮭魚大戰中崩潰一城 咱們希望魚得清瓦庭 黑皮博道